救救我 哎呀不问 你在自己家中的毒 和我有什么关系 拿韩国16万人当小白鼠 导致1万多人死亡 幸存者几乎全部留下后遗症 这就是横跨16年的 韩国加湿器杀人事件 1994年 韩国陆续有人因为使用了加湿器 出现呼吸困难和肺部受损的问题 医生也无法确定原因 这加湿器也没问题啊 医生 到2011年 28名孕妇 突然因肺炎同时住院接连死亡 相传发现在使用加湿器时 大家习惯加入一种 名叫利洁石的清洁剂 而这个清洁剂 原本只有清洗功用 但利洁石为了赚钱 刻意模糊了它的功能 这能放加湿器里吗 哎呀当然 不然你正常使用 我怎么什么时候能卖完呢 就这样 利洁石的清洁剂 在16年间 迅速进入了600多万韩国加湿 而误化了清洁剂 因为含有PHMG成分 在空气秘密的暖气房 直接变成了黄气室 而在韩国长达四个月的冬季 16万韩国家庭开始感染上不同程度的肺炎 只能要么等死 要么花高价换费 或者一辈子都暴流氧气瓶 可利洁石出现的真相和公事与众后 可不得了孤龙一年才赚钱赔款 我多拖一年 病人就多死一个 要钱 你他们有命花吗 我都没带想要 我都没帮忙 我都没带想要